哈喽大家好 我是Sara 这周想来和大家分享的 爱用物是一款清洁面膜 就是这款Glam Glow的黑面膜 那它之所以叫黑面膜 就是因为Glam Glow 它每一款面膜的包装是不一样的颜色 那每一个颜色就代表着不同的功效 那这款黑面膜是它的一个明星产品 也非常深受好莱坞明星的喜爱 所以它就很出名 那这款黑面膜它主打的就是 就是清洁加上抗氧化的一个效果 那这款清洁面膜呢 也是我自己用下来 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款 首先第一点呢 它是以火山泥为基底的 那火山泥它有一个很强的吸附的效果 所以就会把我们毛孔里的脏东西吸附出来 达到一个清洁的效果 那这款面膜它和其他的这种 清洁面膜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不会破坏我们皮肤本身的一个油脂 它只会把表层多余的油脂和毛孔里的脏东西吸附掉 但是呢它会保留我们皮肤本身的这种油性 所以即使我是干皮 我用完这款清洁面膜之后 我就不会觉得它很紧绷很干的这种 虽然它上面也是有血不建议干皮或者沙漠皮来用的 但是清洁面膜其实有的时候还是非常必要的 我不会经常来使用 可能是两周使用一次或者两次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款面膜是我用下来不干的 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强的这种清洁的效果 那第二点呢是里面是含有西春茶的茶叶 是真的可以看到一粒一粒的这种茶叶 西春茶它有一个很强的抗氧化的效果 所以在我们清洁的同时呢也可以给皮肤提亮 达到一个让皮肤明亮的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这款黑面膜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发光面膜 就是我们用完了之后呢皮肤会变得很明亮 然后这款面膜里面它还有一点点这种微粒磨砂微粒 所以在我们把它洗掉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给皮肤有一种打磨像抛光一样的 这个面膜呢涂在脸上呢 首先它颜色就很像黑芝麻糊的颜色 是这种灰黑色 然后摸起来它里面是有那种非常非常细小的磨砂微粒的 所以在我们洗的时候可能会对皮肤稍微有一些这种 很强的清洁的效果 然后我脸上这种一粒一粒的 其实就是它的茶叶 它是真的有那种天然的真实的茶叶在脸上的 虽然它有的时候也会掉吧 但是它还是很多就会在脸上这样 然后闻起来也是这种茶叶的清香非常的好闻 然后我也会觉得这款面膜呢 就它没有那么的粘稠 所以它在涂抹的时候是非常好推开的 很快速 而且延展性也是很好的 不用很厚 就这样薄薄的涂一层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涂在脸上呢会有一些稍微刺痛的感觉 就是尤其是在鼻头鼻翼两边 以及就是脑门的这个部分 是有一些些发热然后刺痛的 但是这个呢是正常的 是因为它在对毛孔有一个清洁的效果 现在差不多过了有10分钟 我脸上的这个面膜基本上就已经全干了 然后它干了之后呢就会变成这种 有一点像强的这种白色 干了之后也会觉得皮肤现在是比较紧绷的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表情呢 其实它就是会裂开 你看就像这样 所以现在我就先把它去洗掉 洗掉之后呢 我觉得脸还是非常软嫩细滑的 而且毛孔收缩的非常的小 非常的隐形 说实话我真的没有觉得 就是脸会有那种很拔干的感觉 就是和用完一些就是很正常的面膜是一样的 就如果说皮肤过于干了 用完这种清洁的面膜 还是可以再用一个这种保湿的面膜加强一下 但是我用完这款面膜 我就没有觉得脸变得特别的干 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很滋润的一个状态的 那这个呢就是这一周的爱用物 这款很好用的清洁面膜 那我们就下一周再见吧 拜拜